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思考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起令人震惊的悲剧 在中国东部一辆校车不幸撞向了正在校门外等候的学生和家长 导致至少11人丧生 13人受伤 这起事件发生在山东省泰安市 当地警方表示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中 而涉事的司机已被拘留 社交媒体上无数人对这起悲剧表达了愤怒和哀痛 这让我们再次反思中国校园安全的严峻形势 这起事件并非孤立的悲剧 中国在校园安全方面的历史充满了不安于挑战 过去几年内校车事故层出不穷 造成了许多无辜生命的损失 让人不禁想问我们的孩子真的安全吗 在这样的背景下 社会各界对校车安全管理的呼声欲加高涨 我们有必要思考如何改变现状 保障未来的安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个普通的早晨 山东省泰安市的中学门口 如常的挤满了等待进入校园的学生和送孩子上学的家长 然而这平静的画面在瞬间变得支离破碎 随着一辆失控的校车向人群冲来 事故造成11人死亡 包括6名家长和5名学生 还有13人不同程度受伤 据警方透露 事故的惨烈程度令人震惊 现场一片混乱 哭喊声和救援人员的指挥声 此起彼伏令人心碎 这场悲剧最初由东平县警方 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披露 据称这辆失控的校车属于一家外部公司 事故发生时正载着学生前往学校 司机已被警方拘留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学校方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其余学生的学习和训练并未受到影响 这起事故迅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 相关话题的浏览量达到了1.9一次 NBC News报道了这起事故 其中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写道 这太悲惨了 我无法想象家长们的痛苦 学年才刚刚开始 这句话道出了无数中国家庭的心声 中国在校园安全方面 有着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包括校车超载等问题 2017年山东省威海市 曾发生一起校车事故 造成11名中含幼儿园儿童及其司机死亡 当时校车在隧道内撞车并起火 这些事故无疑加剧了人们对校车安全的担忧 ABC News进一步报道 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接到报案后 迅速赶到现场 展开紧急救援行动 受伤的学生被迅速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 而不幸遇难的学生 则被小心翼翼地从校车残骸中移出 现场目击者描述 校车在行驶途中突然失控 撞上了路边的护栏 随后翻覆在一旁的沟渠中 这起事故的原因上在调查中 但初步怀疑是由于校车的机械故障 或司机操作不当所致 当地政府已成立专门的调查小组 并承诺彻查此事 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 这起事故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许多人呼吁加强校车的安全管理 确保孩子们的出行安全 中国的致命交通事故频繁发生 今年7月 长沙市也曾发生一起车祸 造成8人死亡 数人受伤 这些事故提醒我们 交通安全问题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BBC报道中提到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现场的图片和视频 显示有人被困在车辆下 这些画面让人不禁对校园安全问题感到担忧 这起事故发生在新学年刚刚开始的几天后 再次引发了公众对校车安全规范的讨论 中国在过去多年来屡次发生校车事故 这些事件暴露出校车管理制度的漏洞 例如2014年 湖南省 山东省和海南省 分别发生了三起校车事故 共造成27名学生死亡 这些事故的共同点是 校车超载 司机操作不当 以及车辆维护不善 近年来 中国还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学童的袭击事件 通常涉及刀具或自制爆炸物 这些案件的嫌疑人 多被认为是出于个人报复 这些事件 使得校园安全问题更未突出 社会各界 呼吁加强校园周边的安全防范措施 此次山东泰安的校车事故 再次提醒我们 校园安全不容忽视 家长们每天都将孩子送上校车 心中充满了对孩子安全抵达学校的期望 然而 当意外来临 这些期望瞬间化为泡影 这次事故的发生 不仅让受害者家庭陷入深深的悲痛 也让整个社会对校车安全问题的重视 达到新的高度 学校和教育部门 应该加强对校车公司的监管 确保每一辆校车都符合安全标准 司机的选拔 培训和管理也需要更加严格 避免因人畏因素导致的事故 此外 应该建立常态化的校车安全检查和维护机制 确保校车在运营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安全的 山东泰安校车事故的惨痛教训 不应该被遗忘 它应该成为促使我们改进校车安全管理的一个契机 只有这样 才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全到达学校 让每一个家庭都能放心送孩子上学 这起事故的调查结果 无论是机械故障 还是司机操作不当 都需要严肃追责 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 给社会一个警示 总之 这场事故的发生 再次敲响了校车安全的警钟 每一个孩子的生命都无比珍贵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 保障他们的安全 让他们能够在一个安心的环境中成长 这不仅是教育部门的责任 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希望这场事故 能够唤醒我们对校车安全问题的重视 推动相关政策的完善和落实 让悲剧不再重演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这起事件再次曝露了中国校车安全管理的严重问题 即使是在现代社会 我们仍然能看到如此悲剧性的事故 这不禁让人怀疑校车的检测和维护是否到位 早在2014年和2017年 中国已经发生过多起校车事故 难道这些写的教训还不足以引起足够的重视吗 究竟要牺牲多少无辜的生命 才能让有关部门真正行动起来 哎呀 楚天书啊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以为校车安全管理的问题只有中国有 美国不是也有校车事故吗 2018年 美国新泽西州的校车事故 不也造成了两人死亡 43人受伤吗 难道你想说美国的校车管理也不合格 问题是任何国家都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 不能一棒子打死吗 齐齐 你说的也有点道理 不过咱不能因为别的国家也有问题 就忽视自家的问题啊 中国人口众多 学生数量庞大 这更应该成为我们重视校车安全的理由 况且 中国有不少地方的交通设施和管理还处于发展阶段 未来的路要走得更稳 更安全 不能让这些生命白白流失啊 哎 楚天说 你这话我可不敢苟同 中国政府不是没在行动啊 2012年中国就已经出台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明确了校车的管理和使用标准 问题在于一些地方执行力度不够 这才是关键 如果每个人都能严格按照规定来操作 这种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这是管理上的漏洞 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吗 你说的也有点道理 管理的却是个大问题 不过管理问题其实也是制度问题的一部分 如果制度不能保证良好执行 那它的效力就打了折扣 就像古代的秦始皇修长城 如果没有严格的管理 那么长城可能早就坍塌了 所以说制度和管理是相辅相成的 缺一不可 哈哈 楚天书 看来你也有点历史之事 不过吧 古代的事情跟现代的校车管理可不一样 你看 现代的技术手段已经非常发达 校车事故的发生多是因为人为疏忽造成的 我们需要的是提高司机的责任心和专业素养 加强钢前培训 而不是一味的修改法规和制度 就像古代的兵器再好 士兵不会用也白搭吗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drum